大家好 我是吃得起米其林的破产一哥波进宅 最近广众的温度实在是太冷了 所以我就来到了海南岛来度假 刚好我住的地方楼下就是亚特兰蒂斯海底餐厅 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会有粉丝会说了 不是吧不是吧 到2021年呢 还有人拍亚特兰蒂斯海底餐厅这么low吗 我才不管我是来三亚旅游的 他们去过我又没去过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海底餐厅 有没有这些博主们说的这么神奇吧 对了在节目开始前请大家长按点赞加关注哦 因为明天我就和小翔哥一起联动拍视频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和小翔哥的呢 欢迎你们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来告诉我吧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破5万的话 那么下期视频那么我就单独出一期 我和小翔哥一边吃饭一边读你们评论的视频 到时候我和小翔哥会亲自给你们颁出一位 最让我们尴尬的评论设置为破防奖 霍小翔小伙伴将会获得赛博朋克2077一份 或者直接变现随便你们 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出发去看一下吧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亚特兰蒂斯的海底餐厅 首先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样餐厅这么难预定 特别是靠窗的位置 我昨天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 不好意思先生你要到下个月十几号你才能预定靠窗的位置 这个时候幸好有一位热心市民帮我沟通了一下 现在给我一个最大的靠窗 那是全网最爽的一个位置了吧 很难预定的这个位置 好的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前菜送我们的法国鹅干 以及法国的面包 我先看一下面包 一口咬下去那个面包是非常有软的 然后它表层是微微煎过的 所以会稍稍会带一点焦脆 然后吃起来的味道是有点黄油的奶香味 味道来说还是挺好吃的 然后我们再来尝试一下这个鹅干 老实讲这个鹅干有点绝望 我甚至不想吃下去 虽然它口感是非常好的 外层稍稍有点脆 一咬下去里面的鹅干绵密的好像慕斯蛋糕一样 仅仅用你的舌头还有上额 心心的抿一下 这个鹅干就整个化开在你嘴上 哇 这个体验是非常的爽的 但是它的鹅干稍微没有辟除干净 知道吧 所以吃起来的味道就特别像是有鹅干稍微的慕斯蛋糕 太顶了 我觉得不应该出现在1500块的一些餐厅里面的 看一下下一道 这个是海鲜冰盘 这些比较有名的 比如说这个来自日本北海道的扇贝 懂吃的人都知道 其实日本北海道的扇贝是全世界 扇贝里面是最好吃的 尝试一下 这里有三块 又吃下去完全没有渣 而且我一点都没有用牙齿去咬 我用舌头跟扇额去含一下 它就化开了 滑进我嘴里面了 我的口感非常不错 很肥美 下面还有一些很清爽的芒果粒 搭配起来还挺好吃的 下个是来自我们法国的贝龙生蚝 身边有海水 我们一口蒙 我很想夸他 但是夸不动 就蔡兰老师傅这么评价他 我们把那个贝龙生蚝千万不要煮 撬开之后直接吃它下去 它的口感就好像是法国舌吻一样 但是真正让我去吃的时候 我觉得海水好咸 然后那个贝龙生蚝 我个人感觉是有点海鲜的腥味 我现在回味的话 那海鲜的腥味不停的在我的鼻叉里面去 涌动 我是不敢吃第二块的了 那我们来再尝试一下第三个 就是还是西伯利亚的鲜鱼籽酱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西伯利亚的鲜鱼籽酱 是全世界里面最好的 所以说这盘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海鲜 就凭这一盘 1500都已经回本了 吃我们那个鱼籽酱的话 我们要用到这个贝盒勺 如果用金属去吃鱼籽酱的话 吃起来会有股腥味的 然后最佳吃法是放在我们的苦口 然后让我们的手部的温度 去让这个鲜鱼籽酱去升温 然后现在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一口抿 怎么讲可能吃太多 我个人感觉就是觉得 不就是很普通的鲜鱼籽酱吗 因为之前拍了一个视频 但是没有发出来 就是我吃了两大罐鲜鱼籽酱 鲜鱼籽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收骨海鲜的鲜味 在餐厅里面的话 大多数都是用在充当盐一样的存在 能增加整个菜的鲜味 老实讲是珍贵 但是不太适合我们国人吃 那是白酌过的小青龙 尝试一下 这个龙虾是来自我们海南岛的 我感觉这个龙虾反而是全场最好吃的 很尴尬 整体来说的话 让我国人感觉这里很有噱头的菜反而不好吃 但是本地的海鲜反而好吃 不过是习惯性问题啦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尝试一下我们的海鲜汤 我只能说那扇贝的味道非常好吃 有一股奶虾奶虾的味道 然后其余剩下的味道呢 我个人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啊 因为它里面有西芹的味道 哈哈 我知道肯定有西芹小伙伴 是害怕西芹的有没有 接个手给我看一下 如果不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点这个汤哦 其实可以点其他汤的 我个人觉得它的味道更加接近于东英公 是的 而且入口非常的油滑 一点都不刺激 口感很醇厚 那这一个的话 我只能说推荐分 3.5分吧 没有样 我觉得很惊喜 这样就出品很一般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主食 M8级别的和牛 三成熟的 哇 现在好漂亮 要祈祷一下 看一下你们2020年 看一下你们新的一年呢 夜晚能不能实现 看一下它们牛扒到底制作怎样 不会给我随便煎两下 美拉德反应都还没出来 就直接上给我吃呢 它里面 血纹蛋白 非常油软 我用刀压一下 看一下你们汁水出来 哦 还是有一点 这个牛扒的部位呢 会有点咀嚼感的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尝试一下 刚刚其实我是已经吃了几块的啦 刚刚我看了一下 原来没有声音哦 所以我就拍了一次 哈哈 实话实说 正常我们吃的牛应该是怎样的呢 牛脂非常的丰盈 其实有股奶香味 但是我吃这一块呢 有股很浓郁的 厚咸厚咸的感觉 然后有股酸酸的味道 感觉它好像加了醋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味道很浓烈 导致这个牛扒的风味很奇特 我不太推荐你们吃这个牛扒 这牛扒的话 如果我来找推荐风 顶多就三文不道吧 那么尝试一下这个最后的甜点 芝士蛋糕 很浓郁奶香的味道 要是酸奶吧 可以尝试一下旁边的雪糕 旁边的雪糕是杏仁雪糕 这种搭配我们在好酒好菜里面吃过 当时我第一次吃 我悠悠当时激动的 惊为天 人觉得这个味道好吃到棒 现在我是第二次吃 表情淡定的很多是吧 我还念悠悠在我身边的日子 等什么时候悠悠回来的话 我请她跟我一起拍视频好不好 你们弹幕跟我说一下 我看一下现在的弹幕多不多 如果多的话我可以跟她说一下 让她务必下次回来 一定要跟我们一起探店 好不好 最后的就是这个巧克力 这个巧克力用白酒制作而成 开车小伙伴 千万不要吃 好 我敲一下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拿回来 拿回来 这个桌子是干净的 让它试一下 巧克力的香味挺浓郁的 但是我一点都没尝出 有白酒的味道 口感很柔滑 当然如果你是巧克力爱好者的话 你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还有啊 真的是太多了 这个小杯子也是甜点 它里面呢 仿佛就是一个小海洋一样 里面有海龟 有鱼儿 有小虾仁 在里面游泳 这个液体呢 看起来最底下是蓝色的 然后中间包裹着一团紫色的液体 哇 看起来非常梦幻 我觉得女生来的话 搭配着这里的环境 今天其实不要太浪漫 我要尝试一下它的味道到底是怎样 刚刚我看到摇框 我根本没感觉到它原来是这里 因为它原来是液体 它上面连海龟的龟壳都刻画的这么精细 Unbelievable 比较好看和宝石一样 我觉得最后的那个甜点能打个四分吧 最后总结一下 这一餐我是用了1588块一个人 考虑到这里是全国最顶级的七星级酒店 用餐环境呢还在海洋底下的 有这么多小动物陪着你一起用餐 环境可以说是相当的优美高逼格了 而且刚刚我们用餐的时候 那个食材你们也是有目共睹 有相当一部分的食材 是全世界最顶级的 没有之一的那种哦 而且它们的菜量真的是很足 我一顿吃下来非常的饱 不会出现说吃不饱这情况不存在的 其次它们的服务态度还是蛮不错的 做到面面俱到吧 烹饪技术也敲不出什么毛病 除了这个牛扒以外啊 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这家餐厅 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因为你想象一下 亚特兰蒂斯的特价房都要5000块 你去吃顿饭只要1500而已 是不是这样对比一下就觉得很便宜了 所以这家餐厅我个人觉得是很有性价比的 它们的综合实力在国内是非常拔尖的 如果给我评分的话 满分10分我会给它8.5分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牛扒 我能给它9.5分 所以你们不难看出我是挺喜欢这家餐厅的 那么这家餐厅 到底是有怎样的小伙伴过去呢 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来三亚旅游的话 我是非常推荐你来这家餐厅去尝试一下的 当然本期视频不是宝告 这里用我的消费截图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哦 关注我带你吃懂高级餐厅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 没有M8的 国际标准只有M1 M3 579 有些人说M6.5那些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算肯定是没有保存好 比如说它解冻放在冰箱太长时间了 那个季红蛋白转化为氨基酸了 在冰箱太长时间就会有什么